2020年11月23号 世维组织就新冠病毒的溯源问题 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世维组织卫生紧急项目的负责人 Michael Rayan 在当天举行的新冠疫情例行发布会上明确表示 新冠病毒有可能在很早的时候 就在世界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时间感染了一批人 他说确定世界首例传染病例 是所有流行病学调查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新冠病毒可能有不止一个首例病例 因为这个病根可能源于好几种动物的传播 而且这感染期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武汉可能只是发现第一次 所以没有问题 这种病毒可能有一个自然的家 可能是在某个社区的地方 我们还没有完全证明 那这种病毒可以把这种障碍 进入人类的种类 可能是一单的事件 可能是有数个事件 那些事件可能会发生在一段时间 或者是一段时间 大家知道自疫情爆发以来 西方政客为了掩盖自己疫情防控的严重势则 转移民众对自己的愤怒 结果都采用了甩锅的方法 尤其美国特朗普总统 一直使用中国病毒 这个明确被世界威人组织禁止的说法 中国一直认为 新冠疫情的溯源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 来不到半点的政治操弄 但西方媒体许多谎言 还是在世界上以恶传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世界威人组织这个公开的表述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新冠病毒有可能在很早的时候 在世界不同地方 时间感染了一些人 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看到 世界许多地方都有报道 他们在去年某个时候就发现新冠病毒 最新的我看到报道就是 意大利西安纳大学与米兰癌症研究所的一个共同的研究 这是一个比较权威的报道 那么这个研究表明呢 就是意大利的疫情实际上在去年9月份 就已经存在了 意大利的科学家对于2019年9月到2020年3月期间 收集的959个人的血液样品进行分析 其中111份样品呈阳性 而在这些阳性的样本中 有超过11%的人带有新冠疫情病毒抗体 但他们没有出现明显的病状 其中就是23份阳性结果的样本被证实是在2019年9月份采集的 比疫情首次所谓抵达意大利的时间要早半年早六个月 这些表明就是所谓的这个意大利被感染之前六个月 这个病毒就在意大利存在了 另外在19年11月 意大利老年人中出现不少严重呼吸道疾病的案例 当时被医生诊断为季节性流感 现在又有意大利的一些研究表明 去年12月在意大利的污水中发现过这个病毒 那么另外就是12月1号 海外网也报道了美国疾控中心的科学家的一个看法 他们也承认最新的证据表明 早在2019年12月中旬 新冠病毒就出现在了美国 比中国发现新冠疫情病毒要早一点 也比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公布首例确诊案例早了一个多月 法国科学家也发现早在2019年的12月 法国住院患者的样本就存在新冠病毒 事实上我想随着科学家的深入调查 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了水面 我国流行病业家也指出关于溯源的问题 特别是武汉疫情的源头 现在可以理一理思想 理一理思路了 从新的方向寻找新的信息 因为从我们国内最近发生的极其疫情情况来看 无论是北京的新发地 大连青岛 以及最近零星的病例 几乎都和海外有关 都和冷冻的海产品有关 那么再看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 早期它也有海产品的经营区域 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 只是一种推测 病毒可能说不定是通过冷链 从国外流传进来的 所以单点传入的这种疫情 早期因为不知情 所以在中国 在武汉是一种遭遇战 但是我们采用果断的隔离等一系列手段 一个组合权我们成功抑制住了 控制住了这个疫情 但欧洲和美国的情况更像是多点爆发 大规模的扩散 所以如果说这个起源点 这些国家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所以现在看来就是新冠病毒 更可能是在世界不同地方 大约同一时期内 或多或少同一时期内突然出现了 而中国可能第一个发现 并确定了这一种新的病毒 而且率先向全世界公布了病毒的基因排序 并率先开始了疫情阻击战 反击战 是人民战争 当然现在科学家病毒疏源工作还在进行之中 我们还不能就疏源问题下最后的定论 我们也期待最终会有一个非常权威可靠的定论 总之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大家关注 就是病毒疏源问题调查 希望能够最终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全面的权威的一个结论 好 今天就和大家谈这些 谢谢大家 好 虹 公布 我是 大走